中大研究成為全球首次證實 新型肺炎患者長度微生態失衡 並且成功研發益生菌配方 可以增強人體免疫力 減少病毒感染風險 希望在幾個月內推出市場 中大醫學院2至3月 收集了本港15個患者 由住院至出院的分辨樣本 與健康人士的樣本比較 肺炎患者無論有沒有輻射 長度都缺乏一系列的益生菌 無法抑制長度內A2的受體 令到新冠病毒更易在長度繁殖 雖然市面有益生菌產品 但通常活菌壽命短素能不足 或未能抵抗胃酸 中大利用大數據分析 超過1700個分辨樣本 研發益生菌組合配方 將會製成補充劑 加入去日常飲食 這項發明已經在中國和美國申請專利 研究也已經在國際醫學期刊發表 我們不是說要針對治療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人 反而我們覺得應該更宏觀 了解到長度細菌失痕 是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抵抗能力 所以我們覺得透過補充劑 加入我們的食品 令我們的飲食能更健康 正與很多不同的食品公司 創科公司來商討 我們希望可以在幾個月之內 可以提供給市場 我們希望可以適合給每一個 我們廣大的市民 無論你是住在一個普通的屋邨的地方 或者住在其他不同 很高尚的地方 其實都是廣泛可以給大家應用的 可以選擇